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從去年11月開始 這個是第六座的社會住宅開空 六個月裡面有六座 我們的目標是要達到一萬戶以上的社會住宅 因為居住的正義的落實 我們有待於說不管是大量的社會住宅的興建 來滿足我們年輕朋友穩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我們也經過多元配套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的存房稅 我們大概估計會增加三年的稅收 所以我們就來擴大這個原來的我們內政庫的住金補貼的規模 從這個所得的這個三倍我們擴大到這個3.5倍 來增加更多的年輕朋友收費來減輕他們 剛好可能在當有家庭當生小孩他們經濟上的一個負擔 那最近我們也在規劃 馬上會公布的就是說 購屋貸款的利息的補貼 我們在去年 道雄銀行也跟我們市府合作 來幾乎是全國最低的這個利率來提供給青年的收購 那今年我們也會用這個利息補貼的方式來協助青年在購物上的一個負擔 來減輕 那我想多元配套的方式 除非就是說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市民朋友在住的部分也能夠落實居住正義 也能夠同時一方面照顧我們這些弱勢的市民朋友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在我上任之後 我們也很立即投入了一個社會住宅的一個平台 那包括這些法令的問題 包括這些市場的需求選定 這個相關的工程的發包等等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有效率的透過我們社會住宅 由林基隆部市長來擔任這個負責協調的這個平台裡面 也順利的解決很多 我知道在很多的其他縣市他們常常會碰到一些協調上 尤其牽涉到一些都計法規的這些問題 我們高雄市就利用這個平台很順利的來解決這些相關的社會住宅 興建所碰到的一些瓶頸的一些狀況 那對我們而言中央要在我們高雄該越多越好 那最好都是中央出錢 全部由中央買單這個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都希望說這個社會住宅確實是在這幾年來講 那在地方的需求是一個強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非常感謝這個行政院 尤其是內政部這個包括部長跟次長 他就是過去在長期在推動這些社會住宅的 負責的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所以他想出那麼好的方法 那也解決地方財務的負擔 那也解決了一些公有閒置主義的利用 那我覺得非常 真的他來我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 在這裡要表達最誠實的協議 那我請花次來講一下 好 各位媒體朋友好 師範委員 今天很高興能夠到左營這邊來參加 長安區的社會住宅的開工動作前面 這兩年多來高雄社會住宅的推動 真的有如神柱 在勤派市長還有市府團隊的通力合作協助之下 其實內政部非常願意來高雄 在市府大力的支援之下 我們的推動速度更快 跟大家報告 我們去年在高雄就招標出去 大概4600戶左右的社會住宅 通往的都都中心 那今年預計能夠把這個數量 再朝7000戶以上來賣進 那再配合市府自己推動的案子 其實現在我們跟其派市長 大家一起在努力 目前高雄的社會住宅的目標 會設定在大概一萬一千戶的目標 當然我們隨著我們的時間的推動 以我們進度的徒步的展現出來之後 我們當然會希望繼續盤進 其實有社會住宅 而且社會住宅普遍的城市 就如同捷運站很普遍的城市一樣 它就是一個美好幸福 而有未來的地方 那我相信在其派市長的領導之下 高雄就看到全新的希望 那我們內政部也在行政院 跟蔡總統的要求之下 付出之下 我們絕對用盡全力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把高雄建設得更完美 謝謝大家 這個是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要把市政跟防律的工作做好 那人選的部分 請他們等他們人選出來之後 我們再做KINUS好不好 黃局長 跟我們所有基層的警察同仁 都非常的努力 那我想在去年 我們的 包括一些重大犯罪 尤其是槍擊案 我們是六都的DOT 在去年 那今年六月到現在為止 槍擊案是六都的最低 那我想他 跟所有基層的警察同仁 都非常的努力 在工作的表現 我也給予高度的肯定 也希望說 這個在這個 治安的維護的過程裡面 那黃局長不僅能夠克盡職守 我們的基層同仁 更是這個非常非常的 這個可以說是 拼治安非常的用力 非常的深 好 我們的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那一方面治安的工作 二方面就是防疫 尤其我們的警察弟兄姐妹 跟黃局長 那在防疫的工作也協助了 我們的很多在疫調 大陸的時代 在居家庫裡的這個 無伴裡面的警察 黃人跟黃局長 說這段事情 那有一次他 黃局長自己還做疫調 到晚上兩點的時候 他還在 還在努力 那我也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的謝謝他 那中央的這個人事 到底是怎麼樣的安排 那治安的工作是需要 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來 合作 一起來努力 才能夠把治安的工作做好 我想他 我的了解 因為這個也牽涉到 病人的隱私 但是他 目前已經 離開 這個專門病房 他現在的狀況 有一些 有一些 慢性疾病 還需要治療 所以但是 這是我們高雄市的大家長 美成熙麥 謝謝大家的歡迎 好 謝謝 歡迎